女孩是学校里公认的笑话 她只是随意拨弄了下头发 就让看到的男生激动不已 甚至连女生看了都叹为观止 女孩名叫智娜 得天独厚的美貌让她在高竞争率下 被一家大型经纪公司选为了偶像练习生 她更是正义感爆棚的帅气学姐 当看到学弟被人勒索钱财时 智娜总是会勇敢地站出来及时制止 可哪曾想 就是这样一个美貌与善良并存的女生 却没有得到校草男友的珍惜 这天 智娜在又一次被放鸽子后找男友质问 可谁知男友却不以为远 그래도 기다리는件没有 几时就等着几时 遵旧都可以 야 狐行塔 嗯 为什么 满满해 보여 내가 아니 더 이상은 못하겠다 이제 헤어지는 거야 说完智娜刚要离开 却被男友挡在前面 男友以为智娜只是说说气话 反倒一脸坏笑地询问分手里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属实让智娜措手不及 大脑飞速旋转 思续高度紧张之后 竟脑袋一热冒出了一句 나 이미 새 남자친구 생긴거든 并为了证明这句话的可信程度 刻意在公告板上随机指出了个男孩 방송반 21 21 看完照片男友不懈地笑了 像是吃定了智娜是在志气说谎 所以答应只要明天把男孩带到她的面前 她就同意分手 没有退路的智娜也只得故作潇洒地答应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 自己随手一指的男孩 竟在很早之前就开始偷偷暗恋着她 为了找到素未磨面的圣明 闺蜜三人打印出了公告栏上的照片 在各个年级的走廊里疯狂地抓人比对 就在这时 黄毛认出了照片上的人竟是自己的私道 她以为是圣明惹上了什么麻烦 不停地低头替她道歉 可不曾想原来是圣明暗恋的智男友是找她 她激动地赶紧跑去把消息告诉了圣明 圣明听后一头雾水 但还是半信半疑地来到了相约的天台 她曾经无数次地幻想过 与暗恋女神的邂逅场景 没想到却因一个机缘巧合 把幻想照见现实 你... 你必须要求我男朋友 圣明瞬间愣在了原地 她不敢相信地再次确认 那么... 我会想要结婚约交易吗? 嗯,对 为什么我会拒绝了? 我会拒绝不过拒绝 我会拒绝不过拒绝 可以这样吗? 我... 我会拒绝不过 什么? 芝娜从没想过自己会拒绝 可圣明却也有她的苦衷 因为她曾经答应过 已经病逝的母亲要诚实地活着 如果她接受了芝娜提议的虚假恋爱 那也就意味着她违背了自己当初的承诺 就在这时 男友行着找了过来 看了一眼圣明后不屑地说道 说完帅气地转身离去 而另一边的芝娜越想越起 于是她直接来到圣明的班级 当着所有人的面移把将她拉了出去 然后直接递给她一张准备好的恋爱期约 恋爱期限为50天 芝娜需要时圣明必须第一时间出现 契约期间圣明不能和其他女生单独见面 更不能对芝娜产生不轨心思 但这些都只是芝娜单方面的条件 而剩余的她想让圣明填写 圣明听后直接说出了一大堆她对恋爱的幻想 比如什么送女友回家 还比如难过的是要互相倾诉 更比如她不会在恋爱期间叫芝娜姐姐 그럼 뭐라고 부를 건데 芝娜呀 一生奶里奶气的芝娜直接叫进了她的心里 咳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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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约制定结束 芝娜给了圣明10分钟考虑时间 而自己先去行卓那附约 可等了好一会儿 还是迟迟没见到圣明的声音 行卓也顺势地哄起了芝娜 就在芝娜觉得圣明不会来了时 芝娜呀 身为校草的男友做梦都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输给了一个普通的在普通不过的小奶狗 看着两人渐行渐远的背影 前男友直接被当场计较 虽然这只是一场虚假的契约恋爱 但圣明却坚信 只要自己付出百分之百的真心 就一定能把这份契约 谈成一场真正的恋爱 噢 咳嗨 5年 7年了 带我去家 谁知芝娜听后却直接拒绝 契约而已又不是真的恋爱 自己干嘛要陪她演得这么认真 可哪曾想她刚走几步 就碰到了等在路边的校草前男友 芝娜见后又赶紧转身跑了回去 就这样 两人在前男友面前撒了拨狗粮后潇洒地去 前男友也只能尴尬的不屑一笑 然后再一次看着两人渐行渐远 摆脱前男友后芝娜没有回家 她得到练习室完成今天的训练 而贴心的圣明就这样一直等到她训练结束 当两人走到了路口 一辆飞驰而来的汽车险些撞到芝娜 还好圣明及时把她拉到了身边 两人四目相对 一种莫名的感觉在芝娜心中涌动 她对方有所察觉的她赶紧甩开圣明 然后故作镇定地表示自己可以躲开 经过刚刚的近距离接触 芝娜对圣明萌生了些许好感 于是她主动让对方留下电话 圣明不敢相信地看着芝娜 而芝娜也紧张地赶紧解释 那什么 狂样特别问我 圣明听后开心地留下了电话号码 你怎么办 不? 我会睡觉 明白 那 你怎么睡觉 第二天 芝娜随口地一句想吃泡菜味饺子 圣明就屁颠屁颠地跑去买了三大份回来 芝娜见后嘴硬地说道 什么 这些东西 我现在试试试试试 不? 这些东西是一样的 那我自己吃吧 我吃吧 另一边的前男友越想越轻 竟被这个木讶的小奶狗挖了墙角 于是她带着兄弟们找到了圣明 开口闭口都是对她的冷嘲热讽 而圣明也只得无助地站在原地 还好这时 芝娜赶了过来 听完芝娜的话 前男友更是怒火中烧 当着众人的面 他恶狠狠地说道 那么这些乌丫头 真的 这些乌丫头来带来 我怎么看 我怎么看 我看 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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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校草的前男友看此情景 满满的优越感被瞬间击穿 脱下外套后 她愤然离去 见对方走后 芝娜害羞起来 刚要解释些什么 就被和她签有恋爱契约的圣明打断 真心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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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答案后 圣明禁止离开 留下了不知问题出在哪 圣明禁止离开 一样的 这故事 故事后 再重复真心 看着圣明用最纯真的眼神 说着最露骨的情话 智娜的心突然开始小路乱撞 也是因此 两人的契约恋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智娜被阳光照得睁不开眼 圣明便贴心地为她遮住阳光 什么 我似乎的 智娜去鱼龙混杂的地方上卫生间时 圣明也会担心地守在门外 为什么还没进去 恐怕是 看似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却让智娜慢慢打开了心扉 这是在前男友那儿永远感受不到的安全感 于是她也开始主动拉近两人的距离 不仅邀圣明一起拍情侣照 还特意让其送她回家 临春别前 圣明怕离回家还有一段距离的智娜动靠 于是特意脱下了外套 套在了智娜的身上 最后还不忘小恶搞的把帽子戴上 这样 这个不 不过了吗 对 说完圣明害羞地往家中跑去 看着有些可爱的圣明 智娜也甜甜地笑了起来 第二天 前男友发现智娜换上了情侣头像 再看看公告栏上满是荣誉的自己 她怎么会甘心输给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奶狗 就在这时 圣明正巧路过 只是简单的一个对视 就让无声的空气中充斥满两人的敌 圣明走后 前男友更是扔下狠话 体育课上 为了得到智娜的关注 她疯狂地表现自我 竟无意间打破了 学校保持了三十年的俯卧撑记录 就在所有人都为她欢呼那喊事 她却静止地走到智娜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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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智娜听后不屑地转身离开 前男友怎么都没有想到 自己费尽心思地卖力讨好 此时都抵不过圣明的一个温暖眼神 这 为什么这么做 师 这 망가진 것 같은데요 你是不是有高血压还是不强吗 怎么这么做 我不其然 爱情和打粉体一样是藏不住的 前男友也在不远处目睹的一切 此时的她就像一条酸菜鱼 又酸又菜又多鱼 第二天 刚下课的圣明就拎着个大包装袋 在教室门口等着智娜 她要给对方一个惊喜 因为今天正是他们交往22天的恋爱纪念 看着圣明用心准备的情侣背包 智娜虽然嘴上说着对方幼稚 但心里却早已乐开了花 敢问有哪个女孩会不喜欢浪漫的惊喜吗 일단 少许��无视할 수 없으니까 받을게 받는데 那 저녁은 내가 사给 먹고 싶은 거 생각해볼게 没 回到座位 智娜就开始情不自禁地炫耀 看着满脸都洋溢着幸福的智娜 不远处的前男友开始愧疚起来 想着当初自私的自己 竟从来没有送过智娜礼物 更是在他们的一周年纪念日时 让智娜在训练馆门口 呼呼等了七个小时 想到这儿前男友才慢慢察觉 当时的智娜其实是在逞强 而自己根本没有在意过她的感受 等到失去后 她渐渐开始后悔 于是她找到了智娜的闺蜜 请求她帮忙支开圣明 并把智娜骗到附近的咖啡厅里 也是因此 智娜只好取消了晚上的约会 看圣明有些失望 她伸手安慰 晚上智娜来到咖啡馆 竟发现约她的正式前男友 听对方说有重要的话要讲 她还是勉为其难地坐了下来 前男友想弥补之前没送过的礼物 所以她一次性地全部补齐 可哪曾想 智娜却表示要的不是这些 而是简简单单地陪伴 就在这时 智娜和闺蜜突然出现 四人面面相去 智娜缓缓说道 说完智娜生气地转身离开 智娜见状也追了出去 怕对方误会地她赶紧解释 自己来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前男友在这 但与明知道只有和闺蜜两个人 单独相处的圣明来说 更应该生气的是自己吧 说完智娜伤心地离开 却在不经意间撞到了一个男人 智娜礼貌地道歉后转身离开 谁知男人却露出了圣人的笑容 刚走没多远的智娜也察觉出异常 男人一直尾随在她的身后 于是她鼓起勇气回过头来 听到对方的话智娜突然想起 学校储物柜里那张写着同样子的纸条 以及频频丢失的私人用品 想到这儿 智娜明显知道了此人并非善累 于是她小心翼翼地慢慢后退 然后迅速转身跑向了巷子深处 眼镜难见后兴奋地追了上去 另一边刚吵玩家的圣明坐在原地 还在为智娜和前男友见面的 是吃醋葡 前男友见她没有送智娜回家 一种隐约的不安涌上心头 哦 내 팔찌 啊 분명 여기 뒀는데 我疼 昨天 여기 넣어놔 都遗了个月 为什么 这怎么 자꾸 你够만 없어져 什么呀 这 想到这儿 她赶紧给智娜打去电话 可对面却无人接听 我跟她互相不接受 你怎么这么回事 你真是男朋友 说完她把对境发生的事 告诉了圣明 圣明听后赶紧尝试地打去电话 结果不出所料还是无人接听 就这样两人开始分头寻找 预想到最坏结果的他们 发了风湿地搜寻着 每一个智娜可能存在的角落 这一刻两人瞬间化身为 公主的守护骑士 想要立刻找到智娜 守护在她的身边 而另一边的智娜也被逼近了角落 眼镜难见她无路可逃 更是病态地开始表达爱 原来只因二人在操场上的相撞 智娜带着歉意的一个礼貌微笑 就让眼镜难误以为她对自己心生好感 可爱于智娜的前男友 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她也只得把这份畸形的爱压抑在心底 但还好二人很快就因所事分手 本想着自己马上就可以接替男友的位置 谁知却被奶里奶气的圣明抢先了一波 甚至还当着她的面亲吻到一起 眼镜难越说越气 反复强调着自己哪点不如圣明 还好圣明即时赶到 眼镜难见状也只得先行逃跑 可不料却撞到了前男友身上 看着地上散落的物品 前男友瞬间明白了一切 他一脚将眼镜难踹倒在地 就这样几人成功地抓住了这个变态 看着自责的圣明 前男友嘱咐地说道 以后一脚将眼镜难踹倒在地 一定要好好保护自那 说完她便转身离开 自那此时也开始安慰 表示这并不是她的错 而正是因为她的及时出现才救了自己 圣明听后像是做错了事的孩子 真的 미안해요 危险하게 혼자 보내기나 하고 이제부터 맨날 내가带来 줄게요 啊 귀찮게 생겼네 귀찮아도 어쩔 수 없어요 就这样圣明把自那送到楼下 得知自那是一个人住后 她还是有些担心 可哪曾想对方却大方地说 아니면 같이 들어가래 不得退步 在夜深经理想着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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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来到智娜的家里 第一次来女生家的圣明有些不知所措 谁知女友却传来软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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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 不得了 圣明被吓得猛咽口水 可哪曾想 原来智娜只是问她 要不要换上睡衣而已 心情也有 你 不得了 我认识 你也想吃点东西 圣明听后 宠溺地表示你说的都对 然后缓缓将智娜嘴边的碎屑摘了下来 顿时一股暧昧的气息急剧升温 智娜也被这轻力的举动撩得心跳不移 缓过神后 她赶紧掩饰尴尬 没有 说完圣明才察觉到自己说的是什么虎狼之词 她慌忙解释却被智娜打断 抓住 这下空气彻底凝固 两人也瞬间清醒了起来 互相解释着自己说的不是睡在一起的意思 可谁知却越描越黑 最后只能在智娜的武力威胁下 才停止了这一话题 过了一会儿 智娜实在熬不住了 眼皮缓缓闭上刚要睡去 一旁的圣明就先行了一步 她转过头去看着熟睡的圣明 什么味道 啊 啊 衣服的味道 什么 我现在这个圣明都在看着熟睡吗 虽然有些害羞 但最后她还是依偎在了圣明头上 因为这个看似乃里乃气的男孩 却莫名地让她感到心安 第二天 前男友再次找到智娜 嘴上说着分手后还可以做朋友 实则是她的缓兵之计 她想要以朋友的角色留在智娜的身边 找机会再次夺回她的芳心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 两人感情的发展速度 远远超乎了她的想象 这天圣明吃面包时 嘴角不小心沾上了食物残渣 智娜见后 贴心地为她递过纸巾 17马上 你还要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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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带她 你还要带她 你还要带她 我还要带她 另一边 没有放弃的前男友在接受赛前采访时 故意提及了 想让智娜来到现场为她加油 圣明得之后 醋意满满地质问着对方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前男友轻蔑一笑 你还要带她 说完她拍拍圣明自信离去 圣明回到休息室 几人正研究着周末要一起聚会 谁知就在这时了 因为 那么我也 还可以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 本以为两个男人的战斗即将开始 可哪曾想 战斗的主角却渐渐演变成两个女人 原来就在几天前 身为练习生的闺蜜为了保持体重 竟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吃饭 圣明出于好心帝国一瓶饮量 这突如其来的关心让闺蜜感动不已 也是因此 她对这个看出了自己是在冷库外表下逞强的男孩 新生了一种莫名的好感 于是她试探性地询问志娜 有没有对圣明超出契约恋爱外的感情 害羞的志娜赶紧否认 并表示和圣明交往只是为了摆脱前男友的纠缠 闺蜜得知答案后很是高兴 为了能与圣明走得更近 她特意在对方做饭的时候在一旁帮助 圣明刚准备往泡菜汤里放些辣椒 闺蜜见后急忙阻止 表示自己不能吃辣 这时志娜跑了过来 品尝一口则说味道太淡 圣明二话没说直接开始猛到辣椒 这让一旁的闺蜜心声醋意 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到了吃饭时间,闺蜜又开始左腰 当着志娜的面心机地让圣明帮忙盛汤 众人见此情景纷纷一脸茫然 还好前男友及时就吵 化解了这让人窒息的尴尬 你为什么不吃辣了 我再给你 到了晚上,闺蜜因吃辣开始胃疼 于是她不顾忌志娜的感受 大晚上的还叫圣明去陪她买药 可谁知对方此时正在过二人世界 根本没有看到她的信息 她们回忆着恋爱契约这段时间的种种美好 直至情道深处,两人开始深情对视 空气中瞬间弥漫起暧昧的气息 在荷尔蒙的摧尸下 她们缓缓靠近 谁知就在即将吻到一起时 被打断的二人开始极力掩饰尴尬 被打断的二人开始极力掩饰尴尬 我们将成为过的 志娜听后害羞地转过头去 然后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这一切都被不远处的闺蜜看在了眼里 说好的契约恋爱变成了真情实感 心生极度的她决心一定要拆散他们 于是,她把两人契约恋爱的事情 告诉了前男友 可谁知前男友听后却不入返校 因为只是契约恋爱 所以代表着她还有挽回的机会 第二天,看着志娜就气不打一出来的闺蜜故意找茬 一脸鸡毛蒜皮的小事她就斤斤计较 甚至还不顾当众撕破脸面转身离开 一旁的前男友赶紧追上 拦下对方后她缓缓说道 你喜欢伊盛敏吗 那么 那么 这天,闺蜜终于等来了这个机会 知道二人的契约恋爱马上到期 她偷偷地找来盛名 直接开始预约男友 那天,我都会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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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你会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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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名听后 犹豫了片刻直接拒绝 表示自己是真的喜欢志娜 就算契约结束我们不再交往 我也会一直默默地喜欢着她 就在这时 听到挖墙角声音的芝娜赶过来 面对这么绿茶的闺蜜 她也自然不留情面 直接拉起盛名 然后霸气地说道 说完她拉着盛名转身离开 留下了满眼恨意的闺蜜 站在原地 被自己最好的闺蜜 被判后 她不但选择了原谅 而且还主动要和对方重归于好 谁知腹黑的闺蜜 却反倒提出了条件 那有条件 那有条件 如果她结婚了 如果她结婚了 也要跟以盛名 不认识 那是什么条件 我喜欢以盛名 回到家的志娜开始辗转反侧 一边是最好的爱情 另一边是多年的友情 左右为难的她 最后还是做出了决定 很快到了契约恋爱的最后日子 两人开启了为期一天的甜蜜之旅 她们因抢夺食物 在广场上嬉戏打闹 同戴着一个耳机 在堂椅上共享音乐 在图书馆里 互读着对方喜欢的爱情书籍 本想要为契约恋爱 画上圆满的句号 然后开启一段真正的恋爱 可谁知盛名掐准时间的深情告白 却被志娜直接拒绝 说完她毅然决然地转身离开 但眼泪却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志娜最后还是选择了友情 而身后的圣民待在原地 同样流下了不甘的泪水 第二天 志娜换掉她与圣民的情侣头像 她想要把一切属于 契约恋爱的痕迹全部抹出 但却怎么也抹不去 心里的那份伤痛 另一边 看到她换掉头像的闺蜜得意洋洋 于是她找到了志娜的前男友 把二人已经分手的是告知了她 并让她抓住这次挽回志娜的机会 而自己也会利用这次机会接近胜利 可谁知前男友听后却缓缓地说 说完她帅气地转身离开 来到了最需要安慰的志娜身旁 看着满眼泪光的志娜 她想要伸手擦去对方的泪水 却在思考后停在了半空 此时的她根本不知以什么身份来安慰志娜 收回手臂 她问出了她最想知道的问题 前男友听后知道自己已经一拜徒弟 本想在契约恋爱结束后挽回志娜的她 最后选择了体验的方首 但是她还能够帮她 还能够帮她的男朋友 不认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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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完前男友的话志娜若有所思 于是她找来了腹黑的闺蜜 看着对方假惺惺的嘴脸 志娜终于做出了决定 要结束这段比塑料还塑料的友情 此时的她也渐渐懂得 往往真正的友情 其实根本不会对爱情构成威胁 另一边 圣明父亲察觉到了儿子的心事 她劝圣明要勇敢一次 她可能会等待 她已经看了我 她不停地线了 她还能够帮她 她更多意志 对吗 她不信心 她不信心 她也发现了 她的一个不信心 她就这样两个 彼此相爱的人 双向奔赴地冲向了 她们的感情结束的地方 现在 她来的吗 嗯 去吗 快去 快去 最后,小奶狗化身成了小狼狗 在他们最初相遇的地方 递过了它重新移好 期限为一辈子的恋爱契约 至那结果毫不犹豫的盖章约定 그럼 난 다른 데 찍을래 어디? 여기 내가 어떻게 뭐해 요즘에 rasp 우리의 가 préfet 욕땡 우리의 가ú 우리의 가ú 우어쓰 우리의 가ú 우리의 가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